这个男人已经在戈壁中逃亡 一天一夜 随手重伤 却依旧不敢停下脚步 累了 就衣服挤出植物中的水分 缓解疲惫 喝完之后又马上继续跑 生怕一停下来 就会被追兵射杀 男人名叫大山 原本是个货车司机 在几个月前的一次送货途中 半路遇到了紧追不舍的群角 本来以为这次是和以往一样的例行检查 他让铁子大黑下去解决 可随后透过后视镜一看 直接发现大黑突然中枪倒地 男人慌忙下去帮忙 一向就对准了眼前的巡警 可眼前的巡警也很懵逼啊 他下意识地跟着拿出枪自卫 奈何下一刻 枪声出现 大山和巡警两人竟然一起中枪倒地 这可不得了了 敌方究竟是谁 竟然连警察都敢杀 醒来之后 大山被指控杀害巡警罪名成立 被判入狱30年 明明没有杀人 还被人打成重伤 陷害质子 若是普通人 早该戚图闲了 奈何大山竟然还能保持平静 好像早就在看到对方的脸后 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这个大山真的只是个货车刺激吗 大山如今 已经落地要去蹲监狱的下场 奈何这些 想要除掉他们的人 依旧是没有罢手 埋通了几个警察后 准备在押送监狱的途中动手 大山冷眼看着一个邪警 一棍子打在自己身上 随即一次次的击打 像雨点一样落在身上 他翻手举起一个铁罐 直接转身砸在对方脑袋上 随后又是一拳暴击 将邪警直接送走 直到此地不宜久留 大山赶忙拿了警察腰上的钥匙 解开手铐 转身直接滚下山头 在两名警察的枪林带雨下 淘气摇摇 大山知道 这些警察一定会马上上报 他只能拼命往前跑 不过伤口一直在流行 正正走了跑了一天一夜 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加油站 正打算省点力气 抢辆车来开 遮住小美却出现在眼前 为了堵住他的嘴 大山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搞晕小美男友 把他掳上车并启动车子 眼看四面都是追兵 大山选择直接撞破围栏 踩着刹车晃晃悠悠的下坡 可警随袭后的几辆警车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因为马力太大 冲出围栏的瞬间 便直接撤毁人毛 于此同时 这里的警警很快就被上报到 判长弗兰克那里 弗兰克立马召集人 全力往这边追 大山带着小美 来到了许久不见的老爹这里 给说加油 顺便拿一些补给 也就是在这里 小美看到墙上的报纸 得知了大山的身份 和几个月前的案件 从大山老爹这里出来 大山为了消灭两人的逃跑路线 直接上卡车 堆入山崖 两人徒步来到一个废弃仓库 在这里 大山见到了大黑的老婆和儿子 大黑老婆为他们准备了车 和枪支弹药 看到大山和黑人小孩的互动 小美心中生出了些许怪异 总觉得大山不像表面那般凶神恶煞 于是在路上 他百般追问 奈何大山并不愿多说 遇到路上去后 便带着他徒步下车逃亡 就是在街头的几分钟 小美看到路边的警察 直接反水 直接强悍的一个飞机 加一拳就想逃脱 但大山一身强悍的战斗力 哪怕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手上的枪一旦开启 便打得几人趴地求饶 还顺便击碎了警车 防止他们待会儿追击 看到小美会拳脚功夫 为了避免麻烦 震度之后 直接把小美扔在了 哄人烟的半岛上 既能保证她的安全 又可以杜绝她迅速报警 阻止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情 而小美在被她无情扔下之后 终于气急败坏 在一个休息站 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小美竟然也是一名警察 只是在加油站喝了个咖啡 就被大山抓了 当成了人质 扔下小美 大山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富人区 她只身闯进一座豪宅 打破玻璃 将一个女人按在墙上 并为走私大亨吉米的下落 原来 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 大山一直替这个女人的丈夫 弗兰克败事 弗兰克是警局里的领导 而吉米便是她当初运货的老板 敢当场涉杀一名警察 嫁祸给自己 大山早就猜测到 是这两人联手背叛了自己 但此刻 她究竟能逼问出吉米的下落吗 这个男人美女在怀 任由女人摆扮撩拨是汗人不动 甚至一个转眼间 还急行拿出短枪 指着她的下巴 大山一脸仇恨下 终于逼得这个女人 拨通了吉米的电话 和吉米约定了地址之后 反手将她塞到衣柜中 由她自生自灭 转世要走的瞬间 竟然看到了不久前 才被她扔在半路上的小美 这个女人此刻 正蜷缩在矮归前 不可知性地看着手中的紧张 半个小时前 小美很幸运地 拦下了一辆顺风车 得知大山的目的地 是一处富人区 回到休息站 便拦了一辆哈雷 紧格而来 大山看到小美 能这么追上自己 心中虽然质疑她的身份 但眼前自己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便选择直接走人 可临走之时 小美是巴着车门 直接钻了进来 看到那枚紧张 她什么都明白了 大山从16岁开始 就一直在弗兰克手下做事 但同时也知道了 弗兰克作为警长的 太多丑事 前她如居收益越做越大 便生出了要除掉 大山的心思 那次公路虚案 便是弗兰克的主意 弗兰一次性搞定了 大山和大黑两人 还黑了那一趟 所有走私的大笔赃款 今天大山一一孤行地 要找人算账 小美忍不出劝她 弗兰克很快就要来了 让她赶快跑 这样的牺牲 注定一点意义都没有 大山感受到了 她话里的善意 还眼多看了小美一瞬 随即便把她 靠在了身边的铁架上 毫不犹豫地进入仓库 怎么会没有意义 那些人杀害了她的兄弟 如今 她又只剩下了半条命 只要能让对方下地狱 那就很有意义 大山早在和小美说话时 便看到吉米 带了不少小弟进入仓库 此刻这人还骗大山 说她只有一个人来了 骗鬼呢 大山毫不留情 戳破她的谎言 吉米却是脸色变了变 随后 立刻派人下去抓人 可人人都认为 大山只是个货车司机 可事实上 她真的是吗 十分钟后 大山用行动 让吉米看到了她的实力 她先是炸掉了吉米 停在门口的豪车 引起他们的注意 转而藏在仓库二楼 放火烧到了一个 寄中机的铁链 随即 几百斤中的大铁锤 直接砸在底下 价值一百万美元的 劳斯莱斯上 豪车应声报废 紧接着 大山手持双枪 从传送带上滑下 所到之处 雄弥漫 吉米的小弟 煞时间死伤一片 他提着AK47 在豪车仓库内 横行霸道 丝毫不在乎这些 可都是上百万的 劳斯莱斯 可把吉米给心疼的 等到仓库 毁得差不多了 大山又拿起一个喷枪 直接点儿一个人肉小弟 将它踹到 几罐油桶中间 随即爆炸声响起 做完这些 大山正准备走的时候 一个杀手迎面而来 一身打在大山的脸上 大山直接掏出 鞋里的刀片 再次对着涌入的火力 诸葛击破 乘着锁道 直接来到二楼 几秒之后 神不知鬼不觉的 潜入吉米办公室的上空 一脚踩出个大空隆 一遇而下 一身半个小时后 大山终于见到了吉米 吉米一见他 就不停地骂娘 这他们只是个司机 是个战斗机还差不多 与此同时 仓库大门前 弗兰克终于赶到 而后 紧随其后的是一辆警车 人他有些慌了神 是麦克 麦克因为担心小美的安全 便直接跟了过来 可弗兰克在意的是人俊吗 他在意的是两人 什么时候一起死 为了防止麦克 发现他们之间的猫腻 弗兰克一不作二不休 直接一枪把麦克给抱了头 并把他架活给 震乱逃出来的走私大亨 吉米 随后又找到机会 让副首相吉米 点拧了脖子 在山头 看到这一幕的小美 终于崩溃了 直接滑下山头 朝着随后赶到的警力 举报弗兰克的所作所为 可这些警察会信他们 当然不信了 这些人俨然已经把小美 当作了大山的同盟 小美前往撤击 看到弗兰克的心腹 又摸到了大山的方向 为了不让大山 再往绝路上走 他直接翻过去拿枪 对着大山 朝着他 开演自己的身份 说自己会帮他 让大山不要再杀人了 可是到如今 弗兰克的丑事 已经被小美看了个完全 他怎么可能 还会留两人活口 下一刻 这儿火力全部对准 小美的方向 直接射击 试图把两人 统统赶尽杀绝 小美见状也不闹来 和大山两人合作 吓到一楼开车 从仓库撑出 一边跑 一边对着油管 一顿开箱 直接炸了大半的豪车仓库 靠着火力掩护 顺利逃出追击范围 这个男人眼睛不眨的 直接炸了几百辆豪车 这些车动辄上百万 都是名品 老死来死 炸完就跑 然人心疼的 忍不住干颤 估摸着 随意掉下的火灰 都是几百美金 大山和小美 炸完仓库 开出警戒范围 就直接离开美国 再也不回来 当然弗兰克 是个断断不可能放过他 现在连小美都看到 他亲手杀了一名警察 和机密 他去到天下海角 也要把这两人 给斩草出根 大山劝手小美 让他下车 小美就模棱两可地说 两人如今 已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他不会走 真的是被刑事所破 还是压根就不想走 看着小美瞅大山 一一不舍的眼神就知道 这两人 是绑架绑出感情来了 大山对这片地界 还是熟悉 据了这片荒漠 就算他们触动 整个市的警力 也无法找到他们 可腐烂还是离得太早 花音一落 身边便飞出了 一个直升机过来 大山懊恼的方向盘一转 驱入小路 和小美徒步下车 普兰克回到警局 就在大肆宣传 如今附近让小美 已经变成了 匪徒大山的同盟 如果可能 可以直接将两人一起击毙 不必考虑人质的安危 而这边 小美大山两人 却十分放松地走在山间 这里是大山 曾经生活的地方 两人在这里 肆意拥抱 互相卫视 看起来也然像是对 相爱多年的情侣 感情也在这半天内 细数相问 可与此同时 追兵也很快 发现他们的踪迹 大山最后向小美 许认了 他要跟自己一起走的意愿 在小美点头 两人便直接 驱车上路 警察一天之内 已经封锁了 所有的出入口 尽管大山车技 易于常人 虽然这样的穷追猛打之下 还是在一处山坡下 被逼停 他让小美躲在石头后面 自己独自爬上山头 吸引火力 弗兰克和自己的副手在前 小美在后 他立马找到机会 举着机枪 对着弗兰克 威胁他放下枪 可弗兰克是放下了 弗兰克的副手 趋得掩体一侧 一举击中了小美的腿 弗兰克趁机 抓着小美 威胁大山 放下武器 兵踩着大山的手 让他掉入悬崖 那颗悬崖下面 还另有天地 大山悄无声息地 又再次绕了回来 并在弗兰克身后 将他一拳奏飞 就在他要一举击杀的时候 一队警察突然举相来临 将弗兰克靠上带走 原来 弗兰克在杀害警察麦克的时候 被监控下小拍到 现在弗兰克 严然就成为警察之使 在小美的协助之下 查清所有之相之后 大山最终也洗清了冤局 从此和小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指使红天》 是93年上映的好莱坞动作片 云含浓厚的 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按照当年的片子 质量也算不错 奈何现在看来 就不得不吐槽一下 这过于简单 又仓促的剧型 前半部分 把反派铺垫的 只手遮贴 这种结局 竟然一个监控 就game over了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